记者黄明堂台东报道 台东县长黄建廷今天在县议会不满县议员林参天质询态度 经议长饶庆龄同意后愤怒离席 被林参天怒至无耻 黄建廷则指林参天是最糟糕的议员 今天的总志询是黄建廷担任县长9年来卸任前 最后一次县议员林东满在总志询时给黄建廷高度评价 赞扬黄建廷获得媒体评价施政满意度五星级 且在台湾本岛各县市中涌夺第一 不过向来与黄建廷不对盘的县议员林参天仍一如以往 就电脑采购、观光、分化炉仲裁案、元宵扰镜等多项议题猛轰 也不给黄建廷充分说明的机会 双方寻达过程火药味十足 林参天就献赴将元宵扰镜边灭在观光 而非宗教项目 质疑黄建廷的宗教信仰 黄建廷答复说扰镜可以促进台湾观光 所以边在观光科目 借钱是一样多 但接下来林参天不让黄说清楚 黄建廷答说你如果每次都不让我讲 我就不让你问 林参天扯到上帝给你惩罚 黄建廷此时按耐不住项议长说这样讲不下去了 林说你滚出去 黄建廷转身项议长请示获准 即离开一场 林则枪赶快滚 黄建廷说 原本期待林参天可以在最后一次总日寻扳回形象 但仍不敢胡扯 是台东最糟糕的县议员 是台东最糟糕的县议员